小姐說有放你的檳榔汁是真的嗎? 還是開玩笑的? 隨便人家想啊,因為我是農夫啊 我的風格就是這樣子啊 那為什麼特別甜? 因為平常你的管理,你給他吃的東西不一樣 所以你的品種沒有特別,是你管理特別? 其實這種品種外面市面上有 就叫玫瑰番茄? 沒有,玫瑰番茄是我註冊的商標 你註冊的商標? 有,我可以用 那你的番茄是什麼品種? 芋女 芋女 其實芋女品種在目前台灣外面很多 對啊 很多人種,但是他們種起來就是六七度七八度而已 那你為什麼十二度? 我有管理的接召 那那個是商的機密 好看不好 同樣是賣滷肉飯 這碗滷肉飯要拜託 這碗滷肉飯沒有人吃 晚上來討論,看你怎樣吃 晚上我沒做到過啦 這最有帶來 這個什麼? 就是深層的地下室 這個大概要九十幾丈 九十幾丈大概多高的距離 深層地下不是溫的嗎?熱的 夏天是涼的 秋冬是熱的 不會太熱啊 不會像溫泉 那不是溫泉 那是深層的地下室 那就是恆溫就對了是不是? 幾公尺 幾公尺 就是九十丈嘛 一丈幾公尺 不只啦 三公尺 三公尺 不只九十公尺 因為他這樣子打要打大概十四天 兩百公尺 兩百公尺 對 中國大陸有來過嗎? 有啊 有啊 我不傳授啊 我不傳授啊 而且尤其是大陸啊 不要傳授給他啊 因為 拿一個家鄉的枸杞起來 有什麼錯嗎? 對 所以我們要愛護我們台灣 你說張權就對了 你也是 藍版的張權 我 我不是 他的粉絲 按過我這個作法 需要我們國家的人去支持他 對 打共和 哈哈哈哈 打共和 好讚 那你的感覺跟 跟鹽分地帶有關係嗎? 一點點 可以說 可能百分之二三十吧 但是你的管理很重要 你的肥腿 肥腿很重要 這個就叫做農業的規劃 一般 很少人可以做到這樣的品牌 你種幾年 發見有 十四五年 十四五年 都一直種 一年這個品種 對 都一直種一年這個品種 一年有幾個收成? 一個 一個而已 幾個月 幾個月 大概 八九月中嘛 大概十一月中左右 開始收成 那你的市場都送一堆? 都零售 零售 零售 港來還是出口 給我出口 給我出口 好的東西留給台灣人吃就好了 八九月中 沒有東西再出口又給我 還要帶點 好 要留給台灣 給台灣人吃 對 很多陌生來找我 不出口 八九月中 十一月就可以收了 對啊 那跟他一起啊 對啊 大概生產到五六月吧 一收啦 但是要買我的花姐要排隊啊 要懂得排隊 有網路嗎? 我沒有 我這是用財配出去啊 對啊 但是要排隊啊 所以今天晚上也買不到了? 買啊 買得到啊 但是要開幾個月啊 今天晚上只是報名而已 可能排到過年左右吧 哈哈哈哈 應該差不多啦 差不多到過年 那一間多少? 八五啊 同手無期啊 那你十一月中收 可以收到明年五月 收半年 才會到 我關一下水啊 不然我就轉秒會 煙子 因為農夫很辛苦啊 這麼晚了還要做事 你們這麼晚都在玩 我們在工作耶 哈哈哈哈 我們來看你玩啊 哈哈 我們這個水 跟土壤 每一點都要經過檢測 啊因為我們 這邊 我不會怕 就是因為我這裡沒有用化學材料 所以不會 不會有消耗的累積 啊一般的溫室 他們送了兩三年 就沒有辦法送了 因為我這是養中興大學 那個蔡東鑽的劇 啊他是用天然的黃豆粉 天然的資材 所以對土壤 沒有傷害 所以我們每年都送 不會發生年度障礙 嗯 既然還要拜五 請問一下 不是說不可以抽地下水嗎 這個是 沒有啊 這個是以前的啊 以前就做了啊 以前就抽地下水 不是 因為我們這個 不是養殖的 養殖的他是 一個月 每天24小時在抽 我們這個 頂多抽個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其實對地下水的生態 不會抽啊 因為我們這個 在溫室裡面 要不然你去哪裡 拿水來光改 一定要用地下水 但是我們的抽是很微量 跟養殖業的抽不一樣 養殖業是 一整個月 兩三個月 都是一直抽 我們這個不用啊 我們大概頂多 開了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其實上面的地下水 還是要滲到下面去啊 一樣啊 養殖的地下水 是把地下水抽出來 要換水 要把水排出去啊 我們這裡沒有啊 我們就是就地 使用它的水 那你們隔壁的人 如果用農業 會不會飛過來 會影響他 所以說我說台灣沒有有機啊 因為台灣是小農事啊 不像外國 我一次 我有幾百公頃啊 我請中間子來做 所謂的有機啊 但是我隔壁阿伯啊 種稻子他在生病了啊 你叫他不要噴料啊 你敢全部給他買嗎 他的損失你也要負責嗎 所以說我在台灣 不跟人家講有機 但是我們一定做到安全無可 為什麼我會控管你們 不讓你們繼續拍 去裡面拍會很漂亮 但是 人就是會帶菌 因為我農藥本身用少 所以我盡量維持裡面的乾淨 我可以減少配很多農藥 你們吃得也安心 也比較健康 這邊的土是原來的土嗎 還是有外來的土 對 原來的土 都是黑色 那個不是黑色 那個是水 擋體變O 擋體 旁邊為什麼要種那些草 草皮 因為我裡面就是不噴草藥 我的園區裡面 全部包括外面就是完全不噴草藥 所以你需要有綠色的植被把它蓋住 雜草才不會花 長出來 因為我裡面 我的園區 整個園區裡面 有蛇 有青蛙 水溝裡面有魚 有殘除 因為生態完整 表示你這個園區裡面 你有在使用草藥 你若我不噴草皮 雜草長出來 你要去拔 可是那種草皮 不是我們的 我們台灣土真土長 那個是韓國草皮啊 對 那個會不會需要一些農藥 不用啊 那個不用啊 那個是完全不需要分農藥的啊 那就是把它蓋住就好 對 你說草藥就是農藥的一種 草藥其實比農藥還要出 除草藥 它指的是除草藥 對 除草藥比農藥還要出 toppings 啊 所以 這是一島 плохо 我心裡 感谢观看